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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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Evit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 牛油果菜式 是一個牛油果大廈 沙律春卷 我們看看主要材料 有牛油果 有罐 菠蘿沙律 但我買了這麼大罐 可以用來做別的東西 還有大蝦 用鹽之外 加少許沙律醬 沙律醬和牛油果 本身是一個很合格的 組合 最重要當然是 春卷皮 我這次買的 是一個八寸 八寸 八寸成八寸的春卷皮 來的 首先我們 要醃一下蝦 蝦的醃法 最重要是加鹽 糖 我不打算叫大家加 因為菠蘿醬 本身是糖漿 也有果糖 或者糖漿 所以我們不需要 我們就把鹽 加進去蝦 稍微 把鹽 稍微 把鹽 蝦 如果用新鮮蝦 就剝殼 記得連蝦尾也要剝進去 不然會刺穿 春卷 這裏忘記了 和大家說 預留一點點蛋漿 幾滴已經很夠了 用來幫春卷封口 這裏就開了罐頭 好了 我們就撈起一些 用來隔水 隔酒的醬汁 不要遇到春卷太肥脆 其實就不需要很多 每一條 這裏已經可以用兩份 兩條春卷 隔好 接著我們就 沾一些奶滋 好 攪拌均勻 我建議你們 檢查一下那些春卷皮 如果春卷皮硬了的話 或者太細張都不好 因為根據我的經驗 如果加了美乃滋之後 就是這些美容漿 如果那個春卷 或者什麼東西都好 炸的話 鬆開了 那盒油會很黑 在這裏 開個牛油果給大家看 這個牛油果 你看上來好像綠色 好像還沒熟 我之前開過一條片 教大家看牛油果 千萬不要用顏色去看 它熟還是生 要用定去看 如果它是 脫了定的話 其實就是肯定是值得的 最好就是剛剛脫定 如果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買回來的時候 已經看它脫了 那個定出來的話 要細心點看一下 這個定 會不會有發霧 或者曾經發霧過 因為發了霧的話 通常都黑的 黑得多還是黑得少 它會從上面一直黑下去 有些不發商人 就會抹掉毛 但怎樣抹掉都好 它們都會剩下的毛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看到有毛 千萬不要選 就算脫了 它應該顯得很新鮮 剛剛脫了沒多久 這個脫了兩天 然後你會看到 它旁邊 會看到光澤 這個已經開始少了光澤 因為不如放了兩天 但仍然可以 我們現在開始看看 我切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殼是硬的 其實是它的殼硬 你看到 那些熱果肉出來 都透露 似乎是 沒什麼特別問題 還可以 這樣 開 看看 非常之美 但是真的要今天就要好吃 要不然 你看到它的殼肉 已經很熟 熟過了 其實已經叫做 做什麼都好 這個狀態仍然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吃的 這樣 你看到旁邊 已經開始有這些位置 開始黑出來 這樣 所以如果你 明天 又黑一點 後天又黑一點 但後天就沒有了 應該都大致上 剩下半個左右 可能是 好 萬事俱備 我們就現在爆 用些蔥卷皮出來 這樣 需要柔軟的 如果你不柔軟 硬了的話 那可能 你需要找一條濕毛巾 讓它 讓它 鬆開出來 那我 這裡 撕幾張 這樣 輕輕地撕 其他沒有需要用的 那些 就盡快 包好它 用膠袋 進入冰箱裡 這樣 好了 這裡我們包 我們首先包一些 水分 沒有那麼厲害 先放水分 沒有那麼厲害 那我就會放 這個 蘑菇 進去 大約切一條 如同你的手指 手指 這樣 這樣 放在蔥卷皮 那裡 如果想放多一點 可以多切一片 下去 那我切多一片 下去 下去 接著 就 放一隻蝦 下去 中間 然後就放些沙拉 Fruit Salad 下去 就隔走些水 因為它 都仍然有水 出的 初時包 千萬不要包那麼大 好 其實 最大問題是 水紅的問題 這裡 因為水太濕 即是太多水分 容易穿 這樣 好 接著我們 就 複一複 捲少少 最緊要兩邊 埋口 埋得夠美 好了 然後 接順風 這是我的包法 最好 每一個方位都有兩層 現在這樣夾起來 這裡不是有兩層 那它就覆蓋得好些 不會太容易處 我們要些雞蛋 雞蛋 雞蛋漿 幫忙做膠水 然後 塗大一點 範圍也不要緊 尤其是 這個 春卷皮 很軟 其實很硬 已經乾了水 這樣 好了 接著 就 做好一條 做多一條 還有果 這條 中間位 比較長 所以可以一下 就是 拿一條 搞定 這樣 這樣 就 整條 放下來 OK 好了 然後 放蝦 摔好 不要緊 如果你想它長一點 即是蝦長一點 不妨在中間那裏 切兩下 那它就 聽你話一點 炸出來的時候 沒那麼彎 這樣 那我切了它 這樣 這樣 然後 就是 沙律 前中後都灑點給它 好 接著 摺起它 春卷算不算是中國人的國水 即是 沙律 包完之後 就炸它 這樣 這個位 這個位 會有可能 容易會鬆出來 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 不妨摺多一下 接著 再在尾部 再加 蛋漿 滑滑滑滑 這個很實性 因為它滑得夠多 很實性 這個和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小 那些皮 就包得多一點 這個比較大 它會鬆一點 好 再包多兩條 這裏包好了四條 我們準備開油麥渣 這裏的油會滾 那我們 看到嗎 看到嗎 放多塊子 我們就放沖進去 如果怕它會開口 可以稍微擀一擀 擀一擀 然後 拌一擀 先把它擀 擀面 金牌的塊 炸到金黃色便可以 如果它不肯反轉 那便 人手安排 人手令它反轉 像我現在近了 那你炸一次又可以 翻炸到 那我就 先炸一次 先炸一次 這樣 炸兩條 原波波 這樣 可以了嗎 今天炸那幾條 那幾條 兩三條一起炸 可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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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炸完一次 那我們 就可以做出 翻炸 把油溫再推高一點 然後 翻炸 翻炸 就炸出 它的水分 就會再脆一點 那我們其實聽聲 都知道 它 表面的水分 不是很多 所以 也就是 代表它相對 比較脆一點 那我們全部都可以 放上去 翻炸 這個 這個已經是 很少 我給大家看看 炸完 它的樣子 醬糊糊 漂亮 就很細 醬糊糊 那我們 切一切來看看 我都很想知道 它切完出來之後 大約是什麼樣子 就是這樣 我選這條出來切 這樣 斜切 一二三 可以給大家看看 很漂亮吧 那我們先排整齊它 好了 這裡做妥了 這樣呢 我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覺得很好吃呢 蝦 山果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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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好相片 再吃給大家看看 當然是拿這件 好好實實 這樣 這樣 這裡呢 因為我拍了相片 所以這裡呢 就散過軟了 不過應該還是很脆 想吃什麼味 沙律醬和牛油果 沙律醬和牛油果 又是 絕配 一向都是 蝦 吃到蝦味 軟 油軟 乳乳乳 好過加乳乳 先加蝦 這樣就吃到 這樣就吃到 那個雜果的味 那個甜甜的 整體呢 就鹹 甜 香 脆 creamy 還有鮮味 在一起 很好吃的 試試看 我試一條 封口的 咬給大家看 這樣才夠個人 然後太吵了 先點一點 這樣 我們